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大家好 欢迎收看气象乐活家 我是主持人彭启明 上周我们介绍完大鼠 除了谈大鼠的天气之外 还了解了洋流 海象 许多的特殊现象 那节目呢 来到这里 我们也将24个节气走过一回 节气呢 是时间 空间 人与人之间的首要 时间 由时间来看空间与人的变化 这集开始 气象乐活家 我们准备由一个空间来看时间 人与人之间 在空间中随时间的变化 准备带给大家更多的气象知识 还有科学饗宴 这如何做呢 我们要由地方出发 介绍台湾本岛 还有周遭各个岛屿的气候特色 首先我们就要来看台湾最重要的首都 台北市 台北市呢 座有广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冲击平原 是由淡水河流域的三大水系 基隆河 大旱溪 还有新电溪冲击而成的 市中呢 更是群山环绕 北面呢 有着大屯山 七星山 还有五指山系 西边呢 则是由淡水左岸的观音山 那南边呢 则有南港山系 在这种情况下 大山大水 交织成台北市丰富多变的 地理形貌 台北市有什么样的气候特色呢 大家小时候在地理课本应该有读过 中国的四大火炉 那台湾的火炉呢 就非台北莫属了 在今年的六月 每天最高温度超过35度的高温日数 高达有19天 较长期平均的3.2天相比 暴增了6倍以上 那我们来看看我背后这张图表 这是台北气象站120年来 高温日数前十多的年份 很明显的就能看得出一些差异 黄色呢 就是2015年 也就是今年的统计数据 创下历史新高 惊人的这个高温热浪 其实已经开始影响我们的生活 很多人会觉得不是说越往南部会越热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台湾的大火炉 不是出现在最南端的墾丁或是高雄 大台北呢 因为都市发展很快速 由于都市大量的开发 水泥丛林加上人为的发热 像这个汽机车的排放热气 冷汽机的热气 建筑物还有柏油路面等等 加上这个绿地还有树木 跟不上水泥丛林扩张的速度 导致都市中心的气温 明显高于郊区的现象 高温化的市区跟周围低温的郊区 形成一种强烈对比 好像一座发热的岛屿 这种现象在我们气象学上称之为都市热岛 都市热岛是由人类改变 这个地表覆盖所引起的围气候的变化的 综合的现象 那在我们台湾的高雄呢 虽然说也发展很快速 但是高雄呢是领海的 很明显的有海陆风调节 并没有像台北有地形上的一个盆地包覆 相对之下也就没有那么的热 所以大台北先天的盆地 近几十年来累积的都市水泥丛林 形成的这种热岛效应 如果是在适合的高压笼罩的天气之下 就成为台湾夏季 名副其实的大火炉了 在这个去年2014年 高温超过35度高温的天数 全年高达61天 是平均值24天的两倍之多 过去35度以上的高温天数 长期平均是24天 近十年平均是41天 所以未来在全球暖化的趋势之下 如果台北没有积极 做出大规模氯化的改变 高温日数恐怕将会持续创下新高 这种严重的热岛效应 在全世界很多的国家都深受它的影响 在最早的记录是100年前 在伦敦等欧洲的大都市所做的观测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观测到许多的城市 热岛效应最明显的这个特征 就是这个城市中心 还有它周围郊区的温度 有显著的差异 例如说法国的巴黎 城郊的温差大概有1.2度左右 伦敦也有0.6到1.2度 那纽约大概是1.5度 都市的热岛效应 除了会使都市中心与郊区产生温度上的差异 在大都市里年平均温度也会随之上升 例如说在东京在这100年来 年平均的气温大约上升了大概有1.9度 那冬季的最低的温度上升了大概有5度 那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 例如说在北边的彭家雨跟台北之间 温度上也差了将近有2度 因此可以证明都市热岛效应的严重性 在我们台湾成功大学 根据国内都市热岛效应就做过一些研究 针对台北 台中 台南 还有高雄四大都会的城市进行一些调查 发现如果都市的绿地面积 可以提高10%的话 就可以使周围的平均气温 降低0.13到0.28度 由此资料可以知道 绿化面积对于都市热岛效应 具有改善降低温度的效果 面对月浪 我们因应对策有哪些呢 首先是建立月浪预警机制 当气象局预测高温月浪将发生 或已发生并造成人员伤亡时 中央与地方制社会福利单位 应迅速成立避暑中心 各医疗运所也应紧急开设 中暑急诊病房等措施 第二 改善都市热岛效应 增建都市森林公园及绿地面积 透过植物对水分之吸收及增散作用 降低气温 并且在都市空地路面采用透水性材料 避免降水全部流失 而储存于土壤内 可借由增散作用 消耗地面的热量 另外 风速大小直接影响着都市热岛的强度 因此从都市气象规划设计出发 对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结构设计 并考虑到在城市中形成一个风循环的有力环境 对于新建建筑 必须考虑其建成后对周边建筑环境的热影响 减少都市热岛强度 最后 推动节能减碳 向民众推广高温热浪防伴措施 减少高温冲击 然而从城市建筑的外墙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大量而密集的冷气压缩机在外面 因为热浪其实冷气还有空调等设备需求激增 我们为室内降温的结果 就是加剧热岛效应的严重性 成了难以回头的恶性循环 那冷气 空调等降温设备 是否也因为这股全球暖化 都市热岛效应的浪潮 销售量起了一些变化呢 下个单元我们一起来探讨 以现在台湾的夏季来说 连带影响最多 也最注重的就是所谓的消暑 随着气候变迁的脚步慢慢扩散到全世界 台湾当然也无法倖免的 我们从产业消费面来看 就可以明显感受到这股的差异 台湾从今年5月开始 直到6月就屡破最高温的记录 以台北观测站来说 今年6月超过35度的高温天数 就突破以往最高的13天的历史记录 成为台湾史上最热的6月 加上前面我们介绍的热岛效应 连带的是我们一般坊间 空调还有电风扇的销售量暴增 增加的数据有哪些 我们一起来看看 根据3C通路的统计资料显示 今年5、6月的空调销售成绩尤其傲人 业绩比去年同期增加8倍以上 除了空调热卖 连日干热的高温天气 让许多民众热得受不了 研究显示 只要处在台北夏季开空调的环境中 室外温度就会增加至少1到2度以上 造成热岛效应越烂越明显 连同带动雾化扇、水冷扇的销售 这类电扇和一般电扇的不同之处在于 启动时会同步产生水气或雾气 让原先的热风顺势降温 消暑效果也就特别好 这种特殊电扇的及时降温幅度 能够达到4到8度左右 3C通路液质也统计 光是今年1到5月的雾化扇、水冷扇 与去年同期相比就高出2.7倍的销售量 而全台飙高温增加的不只是空调、电扇等居家用品的销量 用电量也是暴增的数据之一 夏季平均的用电量大多超过3000万千瓦 但因为今年夏天提早增温的缘故 电力公司预估在7月的单月用电量高达3500万千瓦以上 打破2014年3538万千瓦的记录 倍转容量剩下不到2% 也畅下10年新低 亮起限电警戒的红灯 这些都是因为热岛效应加上气候变迁 形成的双重影响 在亚热带的台湾 生活的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些数据所带来的问题 需求是挑选空调的关键 我们现代人高度依赖冷气 不喜欢这种忽冷忽热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冷气 吹到隔天早上 或是很多人盖着棉被吹冷气 睡觉最舒服 如果我们对冷气的需求稍微降低一点点 其实光靠电风扇就能够满足需求了 少吹冷气就能够为地球多做一些事情 也能做到积极应对气候变迁的环保目标 像华联的静思金色就完全没有冷气 只有电风扇 事实上只要做好一些绿化 让环境通风 其实真的不需要吹那么多的冷气 让环境会更热 其实流一点汗 也会让身体更健康一点 我们在台湾的气象来说的话 最早是日据时代 在台北侧后所 后来到了总督府的气象台 然后国民政府来台的时候 是台湾省的气象所 到现在有一个交通部 中央气象局 这当中的演变很大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原因 我们今天特别来访问到 我们气象界的老前辈 也是我的老师 刘广英 刘老师 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老师其实你写了一本书 中华民国百年气象史 这个老师大概都经历过 台湾的气象 其实现在其实也不错了 可是最早其实是从日据时代 到后来国民政府时代 到现在这个时候 这有几个重要的转折吗 第一个就是中华民国建立之后 我们在当年民国元年 就发布了气象法 到民国26年抗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第二个关键呢 就是到了民国32年以后 抗战胜利已经是 差不多就已经确定了 也就美国的美国人进来了 美国人进来以后呢 就变成所谓的中美混合团 那气象也就有美国的技术 大量地进来 那这个影响呢 一直影响到台湾 那第三个关键呢 就是说起来这个关键 就有点不是那么理想 是因为五二八豪雨 民国七十年 我们发现说原来台湾 延期水是不得了的 所以我们才所谓的 全盘电脑化 我知道你那时候爆气象 是要化天气 对不对 然后我生的时代呢 是还没有把电脑拿来做预报 所以我们那时候学的 老师在学校教我们的是 画天气图 图完之后呢 再去用这个图去分析 未来的天气 对 好痛苦 那时候很痛苦 可是还蛮实用的 那现在来说的话 大概就是靠电脑了 也没有人在真正认真地 在画图 可是我好奇地说老师 那时候以你经历过 这么最早的时代 到现在的时候 这个气象预报 本质上有什么太大的转变 你刚才讲的那一段 就是我在进气象工作的时候 民国四十七年 到民国 我们真正的第一次有电脑预报 是民国六十年以后的事情 很多人都在问我 说老师你们那时候做什么预报 就在那手画画那个图就做了吗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那个时候的预报员 对天气比较透彻 就所有的图是自己画的 不是经过那个电脑替我工作的 那画了之后呢 我们就很了解 说什么地方 在三小时以前 因为画图大概都已经 三小时以前的事情了 那已经发生过了 那我们就会去很注意 说它到底真的发生了没有 所以那时候呢 我们的老师 像林泽民林教官 他常常就说 你们不能忘记哪个铅笔 来就在那画那个图 而是你要读那张图 所以要把它的内容给读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 就有点像这个临床医师 看到一个病人在那里 你就要诊断 所以我们拿那个天气图 是拿来做诊断 诊断先判断它是 它是个什么状况 然后呢 再叫做外推 讲一个典型的例子 说大陆寒流什么时候到台北 我们就把这个中指 给这个大拇指这么一跨 一跨 说大陆高压到了这个位置了 到台湾只剩下这一大卡 这个叫小卡 这个叫大卡 这些大卡大概都八百公里 所以一天就到了 有有 准了 我有看过这个空军的这个手指 我在我们学校的读书馆里面 我也写了一本空军的气象 那我也写了一本 所以这个准不准呢 它平均来讲是准的嘛 可是问题来了 天气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那我们在这个脑筋 能够想的东西 很多细节会漏掉 所以我们到了 所谓的五二八岁灾之后 那时候孙永贤院长 亲自打了个电话 给吴中耀局长 说你们怎么 怎么这个好语 今天早上把我们的科学园区 都给淹了 那时候科学园区 中立桃圆的科学园区刚开始 都给淹了 你们怎么事先 也没给我们提醒一下 说有什么问题 就讲到这个问题 所以才开始电脑化 才开始做一个很重要的实验 叫做台湾地区 中尺度气象实验计划 所以那时候才有一个 对于一些 像现在常常讲的 西南气流 对 有一些比较好的了解 对 在那个之前 其实都还是很传统的作业 因为那个西南气流 大概只能维持六小时 那三个小时观测一次 等到我们手上的时候 已经过了三小时了 所以这个时候才晓得说 有些事情不是人工 说能够解决了的 用高速度计算 就非常重要 那个时候我们得感谢 一个美国的参议员 高华德 高华德也帮助台湾的气象 那个时候我们要进一个 超级电脑才来得及算 室主预报当年1950年 就开始出来了 你刚才也提到 障碍在哪里 障碍在它的电脑速度 非常的慢 而且电脑那个时候的 像这么房子的大的电脑 因为都是真空管 那它还容不下多少东西 比现在一个PC 一个桌上的电脑 还要来得差 所以那时候 要想做室主预报 第一个 你得克服电脑的问题 那电脑的问题 我们就想说 前一段时候就做了个计划 要买当时 美国气象局所用的电脑 那这个电脑呢 速度非常快 容量非常大 是给谁一起 给那个太空总署 一起设计的 用太空总署 也要非常大的容量 我们就准备买这个电脑 美国人不卖 你拿去 万一去计算格子弹 怎么办呢 后来高华德参议员 他当空军 他对我们中华民国 是最友善的 那时候大概已经七八十岁了 他就出来讲话 人家要做天气预报 人家在淹水 你平时 我为什么不卖给人家 最后真的就卖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第一部超级电脑 进来之后呢 这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阶段 5287时间 5月28号过了以后呢 我们大概中间经过了八年的时间 才把这套系统建立起来 老师我最后再问就是说 现在这个台湾过去 在这百年当中 例如说你这样的Temex实验 然后我们买了超级电脑 事实上我们也看得到 很多的国家 其实发展得很快 我们那几个转折点 似乎我们跟临近的国家相比 我们似乎没有输太多 甚至我们算是领先者 所以老师怎么看 我们未来的一百年 就数据预报来讲 我们自从开始 超级电脑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一直在发展 可是这一方面呢 我们必须要承认 我们还是比这个 美国 欧洲中心 他们做的呢 要稍微差了一点 但是我们有三样东西 比他们好 第一个呢 我们全台湾的雷达 都是最先进的雷达 你不管它 所谓的有突破了效应 就是连风都可以观测 不光是观测下不下雨 还可以观测 东南西北风都哪吹来 什么地方风太大 都可以观测 那我们现在呢 含有这个 所有的偏激化的雷达 偏激化的雷达干嘛呢 你那个雨地 掉下来的时候 是圆的 还是扁的 那我们都可以看得见 那整个亚洲地区 真正飞机出去 看台风的 也只有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是 我们必须要提升 预报员在事后 在完成电脑预报 出来之后呢 他要有加值的能力 所以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进步的空间在那边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刘广英 刘老师 接受法委 也谢谢老师 带给我们这本 中华民国气象 百年纪录史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了 台湾主要城市 台北市的地理与气候 还有因为气候特征 造成我们生活上 或是消费行为的改变 这是不是很奇妙呢 我们人类的行为与气象 有着紧密的关联 因此气象事业的发展 就格外重要 除了感谢刘老师的会整 这么重要的台湾气象池之外 也要感谢这百年来 为我们付出贡献的 气象前辈们 下周我们要带大家 来走进新北市 看看新北市的围气候 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气象热火家 下周同一时间 带大家看见气象新视野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